28House滴約每日樓市 氣揚,28House找樓App,贊助貨窗 樓價指數持續向下 最新是保150.71,連跌三個星期 降週跌0.23% 重返2017年3月中的水平 整體指數都全線下跌 四區樓價方面就是三跌一升 只有港道區逆市升了1.08% 其餘三個區按週跌了0.18%至1.24% 代理估計,全年樓價將會跌大約5% 限時距離目標底位148點,即差1.8% 大市下行當中,前景區的半生盤 抗跌力可以有多大呢? 可以參考一宗銀主盤的成交 單位來自啟德,是紐寧大約5年的农月 位於1A座的中層C室 使用245呎開放式單位 業主在2017年時已一手買入 當年作價是558萬 但淪為銀主盤後,近日拍賣的底價只是380萬 低價、撈貨的機會吸引多早准買家競投 最終以436萬成交,赤價是17700多元 一口透過競投產生的價錢 對比銀行估值低1.3% 至於單位的價值,在6年間跌價2.2% 簡單地契續期草案,今天刊田 為之前業界討論2047大限地契續契問題 提出處理方案 每當有地契到期,政府會提早在到期日的6年前 以刊登續期公告的認識 宣佈所有相關地契續期 而業主無需再補市值地價 只需要每年交地租 就可以將契約延續50年 即將處理方法調轉 不再與個別業主商討逐份審核 而在地契,只要沒有出現 不如續期列表 也沒有被發現遺契 大部分契約都會自動延續 拍展國也說,再過兩年 就會開始有大量地契需要續期 所以採用精簡的方式 希望藉此為投資者提供確定性 增加業主信心,從而穩定樓市 政府發言人又補充 考慮持份者的意見 由本利計劃 在到期前三年公佈續期 現在的方案就修訂至六年前 讓業主有更多時間處理文件 行會成員林健鋒認為 新安排更加合適 如果太短,譬如投資者或工商界 要再續期的時候 有些安排有可能做不及 或者是比較匆忙去做的 當然永遠都會有些人要求長 是不行的,九年或十二年 其實現在你看看 那些經濟周期 都是每三幾年就調整一下 如果用六年這個時限 我覺得是對的,是合適的 落實方案都有座 不熟悉香港法例的海外投資者 盡早可以知道物業的前景 可以更加容易處理投資決定 以近期一張外來專裁來港事業的個案為例 就入市了西營盤的升轉 這裡的地契將會在2061年到期 如果按照一般的買賣文件的資料 新業主只得38年的確實業權 續期的具體草案 就有了這一類物業的新業主補充一些信心 說回這宗成交 就是位於高層,面積近500呎的兩房單位 最新是以1165萬售出 自合赤價是23300多元 這是一個自用買家 在鮮免後增的新政策下 這一宗交易只需要給3.75% 即是大約44萬的印花稅 同類的外來人才置業 印花稅鮮免後增的申請 在過去的一個多月已經有超過200宗 火局在立法會議報起來形容這個數據 我們到了12月6日的時候 稅局已經收了230宗 在我們這個條例下的申請 而稅局也很快地 就已經處理了176宗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給大家 理解一下現在的 這個條例下的優惠 是相當受歡迎的 可以這樣說 抵抵抵抵抗